呦 这两位女士是 哦 这二位呢 是本次相亲活动主打的云烟 啊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林小花 借你的高知 愿要自己 小经理 可否刺在下一支笔 刺刺刺笔 是什么意思啊 填个表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业务挺熟练的 看来没少填个表 赵经理 请刺小女子一支笔 外带一个表 哎呦我的妈 你俩啥情况啊 恋刺 不是 你俩不是说好的不参加活动吗 谁告诉你的哪只耳朵听见的 哎你看 你跟我说的你说这小区里边你们看不上别人反正别人也看不上你们 我我我我爱看谁看谁关你啥事我跟你说看上看不上了你不得先看看呢 对呀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传单是不是你塞的 我俩是不是主打产品 那产品都来了为什么不让上架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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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拿着笔二位上架吧 赵经理 赵经理 我的表 我的表 天丸了 张艺术 张艺术家 张艺术家 我仿佛在您的眼中 看到了一缕云烟 那你说的是哪一缕啊 一缕小巧玲珑 一缕风轻万种 这两缕我都稀罕 张艺术家 您就是再稀罕 您只能在其中选一缕云烟 谁说非得是单选题啊 咱们就你还准备批发了 那我就不能够选吗 那个张艺术 您坐这 我正好有个事啊 我跟您说说啊 反正这也没别人啊 就是您在外边有多少云烟 咱也管不着是吧 但是呢这次活动 是咱们物业举办的 所以咱们得负责任 好 而且呢这个据我了解啊 这两朵云烟呢 您还得弄好了 您要弄不好的话 容易把您呛着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对我的废活量 还是蛮有自信的 那个张艺术家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吧 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 所以我特别不愿意 他们在第二次受伤 那个张艺术家 就我的这个 这是我心里话啊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了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 毕竟我跟两位女士呢 还不太了解 所以呢 我没办法准确的判断 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决定呢 先相处一下 你这个是应该的 您准备怎么相处 我都想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 再次受伤 好 所以呢 我跟他们分开交往 彼此不会指导 避免尴尬 135 我跟那个小个儿的约约会 246的时候 我跟大个儿的在聊聊天 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 那个掌艺术 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 你还不让我歇一歇呀 啊 我也是人 我也累呀 呃 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 好好地考虑一下 下个礼拜 135 246怎么安排 不是 张艺术 就你这么谈下去 总得有个结果吧 哎呀 结果不重要 重要是过程 我告诉你张艺术 有一个艺术家 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 那就是扯犊子 那我认为这位艺术家 他根本就不懂艺术 行了 那个张艺术啊 这么这么 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 您还是不要参加了 好不好 哎 赵经理 啊 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艺术了啊 行 我说的艺术点 出去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是这次不带你玩 明白不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 凭什么就是不让你参加 明白不 那我这表的填完了 表填完了没用 我跟你说我们是主办方 我们有这个权利不让你参加 赞感